今日小雪,冬季施工六房不能忘,针对这些实际情况,认真做好防人身事故,防火灾,防爆炸,防冻,防中毒和防交通事故的六房工作,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,确保施工安全。 二,已确定进入冬季施工的项目,在冬季施工材料、设备落实后,要保证施工力量,做到连续施工,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 三,根据各自工程特点及冬季施工信息的反馈情况,布置冬季施工原则及实施方针,编具冬季施工方案。 进入冬季施工前,各施工单位要对施工管理人员、测温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培训,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 六,冬季施工计划管理,进入冬期施工前,将冬季施工准备工作项目和用工纳入生产计划和用工计划, 并结合各级施工方案,统一安排生产计划,冬季施工的材料应根据施工进度计划提前备料。 到场的材料应注意防冻,必要时覆盖电热毯等加热装置,定期检查管材、砖、沙浆等材料的情况。 如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,以确保施工质量。